还要来看看这个景象 也让人觉得越看越奇怪 最近有民众在南投的一间国小 发现了这个溜滑梯 而且是在溜滑梯溜到最后底部的下方正中央 就树立了一根细长的白铁棍 那么民众就很担心了 小朋友这样从上面溜下来 可能会撞到受伤 那么校方又如何解释呢 下课中生详细 不少学生玩起溜滑梯 但这间国小还有个水泥溜滑梯 怪怪的 下方竟然有白铁柱安全性备受质疑 你会想要留吗 不会 不行 为什么 因为那个 留下去的那个冲击力很大 有铁棍的溜滑梯引发网友热议 有人说这关是生育率下降的元凶 也有人说是少子化的社会性实验吗 对此校方解释 就是水泥溜滑梯速度较快 有危险性不符合法规 所以改设置塑胶材质的溜滑梯 但考量拆除预算 所以才加装花盆白铁杆试景 变装置艺术 考量预算让水泥溜滑梯变装置艺术 意外掀起话题 校方表示会再加装告示牌 避免发生意外 记者曾务城南投报导